大家好 今天要來講解一下紅霜的視角 我們就直接進入比賽 OK 出動的部分 一樣是工廠 但我們這次切左邊 這邊就是先射成壓制 然後先把他們逼出來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大概是這裡 OK 這邊第一個示範出來 抓掉他之後 這邊有五二嗎 好 我們現在直接往前 但怕他的子彈會打我們 所以我們先往後翻 然後又迅速的往前翻 然後目的就是要躲這個爆裂的攻擊 然後我們這邊貼到這個爆裂之後 我們就 就要慢慢的磨死他就可以了 OK 這邊看到另一個跳 好 然後五二 五二還在這裡喔 然後爆裂復活 所以轉過來先抓他 這邊 這邊 這邊被友情被他引過去了 結果來不及反應就 死掉 我們這邊快轉一下 OK 這邊可以鎖一下爆裂跟魚 然後這邊準性有點密 不然應該要一下就先把魚鎖掉 然後剛才那邊冠取一下先看一下有沒有敵人 好 這邊看到右邊有一個嗎 是四番 這邊把他打殘血了 大概傷害有五十了吧 一半了 好 這邊隊友幫忙抓掉 把魚打開 喔 剛才有沒有看到左邊高台有一個人影 他剛才動了一下 五二 這邊先回裝高一下 那這邊先鎖一下子彌 抓掉這一個 再放個聲納 再卡住這邊的位置 好 看一下 然後這邊左邊有人倒了 所以左邊那邊應該有一隻 然後中前一個 然後右邊這邊一個清滾 然後中前是爆裂 因為章魚的頭嘛 所以是爆裂 對面就只有一個章魚頭 然後左邊 所以左邊的人應該快來 這邊想試試看可不可以抓掉清滾 但是 可惜沒有抓到 炮槍 我們這邊快展一下 我們這邊快展一下 這邊先抓到看這個四番 這四番沒抓到 我們這邊先試試看抓魚 魚先卡掉了 然後把四番抓掉 這邊我們看到這個清滾 把他抓掉之後 魚 還有最後一個 OK這邊就先跑 先去卡中央 OK這邊 沒有摔到他清滾的 射程那麼長 那清滾的射程超長的這一下 好 這邊 魚就先被摸掉了 把清滾抓掉之後 看一下中場 就一個四番嘛 然後一個無二 這邊就有點炮槍了 沒抓掉 然後中前很多人 OK這邊就是 用那個紅霜的 翻滾 把那個暴力收掉 大家打不到 其實這邊 這邊應該是要翻滾 然後去追那個清滾 那個清滾那一層血 應該可以抓到那個清滾 這邊就跳過來 這邊就跳過來 翻一下 因為可能會有清滾 然後這邊鎖底一下 然後剛才想 試試看可不可以摸掉那隻魚 結果射程不夠 這邊就選擇不跳對了 這邊慢慢從家裡出去 好幸福 這邊就還在 有沒有看到剛才翻過去 又翻回來 OK各位這邊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邊這個五二 剛才就有看到了 各位 考一下大家的眼力 好這邊嘛 這個清滾 這邊點了幾下 滑過來 他有沒有看到這邊 剛才那前一秒 這邊就有一個人動進 所以有沒有看到 馬上就翻 但是沒想到被這個打掉了 但是有 補到傷害 然後隊友掛到 就比較好打掉 像剛才如果沒有發現那個 五二可能被他兩下摸掉之後 隊友因為只會了 時間上不夠 只會有兩個狠砍 抓不掉那個 補二 這邊失誤 被這個 是不是反正抓掉了 這邊快轉一下 這邊 這邊中程應該是兩個 有沒有看到 這邊爆了又出來了 這邊 這邊 這邊先幫 隊友把五二處理掉 然後繞費 這邊把他們先抓掉 這邊清滾 然後 這是四番 這個一定是四番 就只有四番會這樣跳 NICE 這邊抓掉 然後小心這個五二 這個五二也抓掉 這邊要小心清滾 有沒有 還有清滾在左高 但這邊沒有注意到 風前 基本上 會挑這一場的原因是因為 他這場抓人的時候 蠻順利的 有一些 嗯 有一些紅霜的技巧 都是 蠻好的 都可以學 那這邊就稍微 做一下 紅霜的部分 基本上都會 翻完 然後會跳起來 這個 這個部分 蠻好用的 可以學起來 但是他的準心 其實 我自己是有點瞄不太準 但是就是沒有到非常的準 我自己認為 就是 他的 這個 這種時候 有兩個準心的時候 會瞄不太準 嗯 今天的 講解 先差不多 先到這邊 基本上就是 以 殺敵人為 主要 在講解 然後 感謝大家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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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多 我說 說 不太難 不太難了 啊